马来西亚空军周二公布这一系列照片 原来大陆解放军军机差点就飞进大马领空 军机一度临近沙拉越岸外60海里处 可能会威胁我国主权 马国空军新闻稿说 解放军出动16架一流生IL-76和运20运输机 大喇喇的在南海上空飞行 而且没有事先联络通报 让大马逼不得已紧急派出军机驱离 尽管北京声称这只是例行飞行训练 但马来西亚可不太高兴 其实大陆和马来西亚一直都是好邻居 就在解放军军机威胁前一天 两国才刚庆祝建交47周年 大马外交部长西山穆丁 甚至还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我们都是一家人 西山穆丁今年4月前往福建 和大陆外交部长王毅轴碰轴 在镜头前展示两人的口交情 马来西亚甚至得到科兴疫苗的授权 成为全球唯一能在海外奔装科兴疫苗的国家 马来西亚政府官员毫不遮掩亲中的态度 只是这回解放军机侵犯马来西亚空域 也让两国看不见的矛盾浮上台面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